陆星人玩的是三国沙在线的手机游戏 满集是200G 它目前192G 考虑到有的观众不了解 这里先简单介绍一下 三国沙是一款结合三国时期的背景 以身份势力或阵营等为线索的卡牌类桌游 每个武将就是卡牌 玩家需要通过游戏货币购买 玩完一个游戏出来之后 他给我一个弹窗 让我去可以购买这个晋国的一个武将叫张春华 张春华大家可能不熟悉 但大家肯定听过司马昭之心这句话 没错 他就是司马昭的生母司马懿的正妻 那我想的是 我去商城里看看 我的优惠券可不可以用 那我退出这个现实的优惠 我去商城里找到这个武将 我发现我可以用一张1500的游戏券底价券 然后我在商城里面花了2500游戏币 去买了一个这个武将 陆先生说 当时他重新进入现实优惠页面 再次进行消费 难道说他最近出了一个新的商城话武将 我又可以先去买了吗 然后我就又花了4000游戏币去买了 那实际上最后的给我的意思 他没有提示我说你已经拥有该武将 无需重复购买 4000游戏卡币相当于40块钱人民币吧 当时陆先生发现并没有新的武将卡牌出现 记者看到通过游戏商城购买武将只要拥有了 是无法反复购买的 陆先生认定两次消费购买的都是晋国武将张春华 他认为这是游戏漏洞 他多次反映给平台 前三次平台要么反馈 游戏内正常购买无法退换 要么反馈 何时无异常 直到第四次平台换了说法 说是重复购买武将暂无法为您处理 我们将会持续完善 后续综合考虑新增现实武将显示已拥有提示 应该是我接下来的名义 我帮您反馈的 然后给到我们的对那个专员 然后进行一个再次帮您申请 因为他这里面这个礼包的话 他可能单单不是一个武将 他是有绑定其他的一些道具 他是可以成功就是购买的 还有就是像三国沙安外的话 他就是重复购买的这个武将的话 他一般情况都是不返还的 他是有包含了张春华 还有一个牌位保护卡四张 那现在能确认同一个武将 他买了两次吗 可以 就是这里面的话是包含了张春华的 客服的意思是 陆先生第二次购买的是游戏礼包 里面包含武将张春华 这和陆先生先前购买的武将重叠了 因此没有显示出来 但陆先生认为平台针对重复消费应当做出提示 并没有体验到两张两个武将的这个游戏体验嘛 那我觉得你们应该把这个我重复购买的这个金额退给我嘛 至于你说的里面还有保机卡的 你们也可以告诉我这个保机卡 值多少游戏币嘛 那我们才做上来商量嘛 而不是直接给我发个消息说 你们下一次再优化 那我不就当了你们这次游戏漏洞的这个小白鼠嘛 对吧 不是保修卡 保机卡好像是有时间限制的 自动没有了 我们会收集它 三国四九再次帮它反馈上去的 因为我们正常反馈的话 都是一到三个工作日的 客服记录了记者联系方式 截至发稿 平台方还没有做出进一步回复 1818黄金也记着报道 请不吝点赞订阅